第二十六集 唐雅点了点头 小月昂 你放心好了 认识归认识 但你大师兄还是会跟他较较劲的 不能让他白白欺负了你 斗魂驱 休息室 贝贝 你家小鸭也太狠了 你看看 你看看 徐三十一脸不满地向着贝贝聊起了自己上衣 在他右侧腰间 已经鼓起了一个足有婴儿拳头的大包 只是他依旧维持着五魂释放 周围的皮肤似乎变得津津如铁 贝贝哼了一声道 哼 活该 谁让你欺负了我们小师弟的 少废话 悬水丹拿一粒来 我就帮你解了这龙虚针 不然你就等着自己挖掉一块肉吧 这龙虚针乃是我唐门第一代先祖留下的 只传立的掌门 小雅这次是真生气了 徐三十道 刚才那小子真是你们唐门的人啊 没看出他有什么本事啊 悬水丹 你就别想了 赶快的 我总不能一直维持着五魂 这龙虚针也太歹毒了 疼死了 才砖破魂力 猝不及防之下 竟然着了唐痒的道 真郁闷 贝贝仰头望天 道 哼 随便你 爱给不给 你打了我小师弟 还毁了他的摊位 这龙虚针 你就慢慢受着吧 反正马上比试就要开始了 我不信 你带着龙虚针还能与我抗衡 徐三十怒哼一声 行 贝贝 你等着 哼 看我待会儿到了斗魂场里 怎么收拾你 我可不会手下留情 贝贝微微一笑道 哼 我需要你手下留情吗 一边说着 他向徐三十伸出右手 比划了比划 徐三十很是不情愿地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巧的白玉瓷瓶 抛向贝贝 贝贝一把揭过来 多谢 你收起五魂 我帮你起出龙虚针 徐三十这才缓缓地将五魂收回 北有了五魂的限制 一阵阵钻心剧痛 顿时从龙虚针射入的地方传来 以他的修为和意志力 身体竟是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贝贝右手迅速在他伤处周围连点树下 然后双手同时动了起来 一股股柔和的魂力不断注入到那些蜷缩在一起的肌肉之中 他的动作奇快无比 而且每一次手指的律动都带有不同程度的魂力 一会儿的功夫 也跟纤细更胜法丝般的金丝 缓缓从徐三十摇尖的肌肉中排了出来 贝贝轻轻一转 金丝弹出 迅速收缩成一颗小米大小的筋地 手腕一翻就收了回去 徐三十如是重负地长出口气 脸上却依旧满是怒容 贝贝 你就趁人之威吧 你又不是不知道 玄水丹有多珍贵 这样 我们打赌 待会儿 这一战要是我赢了 玄水丹还我 贝贝轻松地笑道 哼 要是你输了呢 徐三十哼了一声道 给你一千 金魂币就是了 贝贝摇摇头道 不行 玄水丹可不只是一千金魂币吧 不公平的事 我不会跟你赌的 徐三十怒道 我就这么多钱 你不答应 我可要翻脸了 贝贝轻弹一声道 难道我缺钱吗 好吧 给你个机会 我知道你还有玄水蛋 再拿一颗出来赌就是了 徐三十眼中流露出一丝疑惑 我怎么感觉好像落入了你的阴谋啊 看上去 你似乎很有把握赢我似的 贝贝脸上依旧挂着温和的笑容 是你提出要赌的 又不是我 你可以选择不赌 还有 回头输了 别唧唧歪歪的 徐三十哼的一声道 我会输 虽然我不一定能赢你 但你想赢我也不容易 要是打成平局怎么算 贝贝却不上当 各回各家呗 你快点 别磨叽地跟个女人似的 徐三十一咬牙道 好 我赶紧赌 你这贱人 实力未必对我强 但却精华得很 古籍又上一档了 上当我也认了 大不了下次回家 再跟我老弟摸一摸 贝贝脸上笑容依旧 徐三十虽然已经极力在注意他的神色变化了 但却依旧没有任何收获 你呀 其实并不笨 但只要是和江南南有关的事情 你就立刻会傻上三分 真不知道你们俩是不是前世的冤孽 那江南南虽然漂亮 但学员中优秀的女学员也不在少数 你为什么就非要担恋一枝花呢 徐三十美好气得道 你少站着说话不要疼 要本事 你把唐雅让给我 贝贝站起身 道 你还是赶快调整好状态 省得待会儿输了不服气 我先出去 一边说着他已经向门外走去 正如唐雅判断的那样 斗魂区内聚集的学员越来越多 目测之下已经要超过四百了 最终聚集五百人应该是毫无问题 霍宇浩 一个咬牙切齿的声音吓了霍宇浩一跳 他扭头看时 正好看到穿戴整齐的王东 切齿熊熊的向他走了过来 你怎么也来了 霍宇浩有些心虚的问道 一看到王东 他立刻就回想起了先前那白花花的一片 王东脸色一阵红 一阵白的 一屁股坐在霍宇浩身边 加低声音道 说 你都看到什么了 霍宇浩愣了一下 道 啊 我没看到什么呀 王东怒哼一声 下次再不敲门 我就杀了你 霍宇浩自知理亏 但嘴里却依旧咚弄着 大家都是男人 看了就看了嘛 你又不吃亏 你说什么 王东大怒 抬手就去抓霍宇浩 一只修长的手掌伸过来 拍掉了王东的手 唐牙的声音响起 小雨昂 你还没给我介绍一下呢 王东这才注意到唐牙的存在 看到唐牙那绝色的容颜 他微微一愣 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亨里声坐直身体 不再理会霍宇浩 原来霍宇浩跑了后 他飞快地穿好衣服 却找不到霍宇浩的存在了 自己想要冥想 却怎么也静不下心来 正在这时 听到宿舍里的广播 这才决定出来散散心 却不想在这里碰到了霍宇浩和唐牙 霍宇浩道 小雅老师 这是我的室友王东 王东 这位是唐牙 我们的学姐 她也只能这样介绍了 王东向唐牙点了点头 唐牙微笑道 好漂亮的小侦探 我喜欢 要不 小雅号你做做工作 把他也吸收到我们唐门来怎么样 王东听到唐门二字 身体微微一震 惊讶的道 你们是唐门的人 唐牙连连连点头道 是呀 现在唐门就我们三个了 我就是当代唐门门主 怎么样 是不是很正经 来吧 唐门欢迎你 她其实只是随口一说而已 别看唐牙平时大大咧咧的 可实际上 谁要真以为她傻乎乎的 早晚会在她手上吃上大亏 她早就看出王东的不凡了 精华内敛 魂力凝食 一看修为就远在霍玉号之上 但是 令唐牙有些意外的是 王东在短暂的呆滞之后 竟然向她点了点头 道 好啊 我早就听说过唐门暗器的神奇 唐门主 我想要加入唐门 请您收下我 啊 你真要加入我们唐门啊 我们唐门现在可只剩下三个人了 唐牙大吃一惊 看着王东的眼神中满是不解 王东认真地点了点头 道 我希望加入唐门 学习暗器 唐牙脸色也变得郑重起来道 这件事我考虑一下 回头让雨昊告诉你答复 正在他们说话的功夫 贝贝已经从休息室走入了场地 她才一出现 场边观战的学员们 就已经开始有人呼喊她的名字了 噼里贝贝 噼里贝贝 贝贝微笑着向场边观战的学员们挥了挥手 目光却在看台上寻找着 唐牙站起身向她挥了挥手 贝贝这才看到他们所在 因为距离远 说话肯定是听不到的 她向唐牙比了几个手势 两人在一起时间已经不短了 唐牙立刻回忆几个手势 表明自己明白了之后 她重新坐下 小雨昊 你的精神探测共享极限距离是多少 唐牙在霍雨昊耳边低声问道 霍雨昊道 如果只是一个方向 大约能到五十米左右 她刚刚和王东尝试过 单一方向的精神探测极限距离 如果是正常释放精神探测 只能是直径三十米 也就是说 任何方位实际探测距离 都只有十五米 而五十米这个距离 已经是两倍多的极限了 但也要大量消耗过予后的魂力 唐牙立刻将右手举起 向着贝贝比划了几个手势 贝贝向她点了点头 徐三十在这时 也已经走入了斗魂场内 与她一起出来的 还有一名年约四旬左右的老师 到了斗魂场内 徐三十和贝贝 又都变成了一副 横眉冷队的模样 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 在斗魂场比拼了 以前的比试中 两人互有胜负 但平局却是最多的 利用斗魂比赛 他们着实赚了不少钱 自然不能轻易 暴露两人关系密切的事实 裁判老师走到场地中央 沉声道 四年级贝贝 挑战五年级徐三十 如徐三十输掉比赛 去额外支付十美金魂币 胜负赌约 你们已经私下有了约定 都准备好了吗 贝贝贝贝 贝贝和徐三十 同时向裁判点了下头 比赛开始 裁判 宣布一声后 迅速后退 贝贝和徐三十 也在同一时刻 释放出了他们的五魂 前一刻 还有些嘈杂的斗魂区内 瞬间变得一片安静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场地中的二人身上 作为史莱克学院外院的风云人物 贝贝和徐三十 每一次斗魂比赛 都打得惊心动魄 学员们最爱看的 就是他们斗魂了 私下里 甚至还有不少学员 都暗下赌注 蓝色电光集中 贝贝的右臂迅速长大 蓝光辽造中 蓝电霸王龙五魂 已经释放开来 另一边 徐三十也是毫不示弱 身体重新膨胀 经校服撑得紧绷 右手之中 那面硕大的龟甲盾牌 也随之出现 两人都缓慢地 向侧方迈开脚步 锐利的目光盯视着对方 浓烈的魂力不断生腾 一边是蓝色 一边是黑色 在斗魂场内 尽未分明 从表面上看 他们就是势均力敌的 都是三个魂环的 三十级以上魂尊级强者 也都是战魂尊 这是从双方的武魂来看 贝贝明显是强攻系战魂尊 而拥有盾牌的虚三十 则很可能是防御系战魂尊 一边是最强攻击武魂的蓝殿霸王龙 另一边则是变异的强大防御武魂 玄明归 谁能占居上风还真的很难说 王东似乎也忘记了自己和霍玉昊的事 聚精会神的看着场地中的两人不再吭声 霍玉昊也是一样 他们的心情不与儿童的 都伴随着场地中比拼的两位魂尊而搏动 贝贝释放了武魂后 温和的气质瞬间变得凌厉了 而徐三十则似乎少了毛躁 多了一种如山月般的沉稳 就在徐三十缓缓侧行到距离霍玉昊 他们这边看台最近的地方时 贝贝突然抱贺一声 如同一道蓝色闪电般冲向徐三十 徐三十心中微微一正 自己并没有露出破绽 这也不是什么好机会啊 贝贝这家伙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冲动了 心中虽然这样想着 但他却不敢怠慢 贝贝在攻击时的爆发力有多么强大 他再清楚不过 贝贝冲到距离徐三十还有五米左右的地方 猛然跃起 覆盖着鳞片的粗壮右臂直奔徐三十当头抽下 龙爪上蓝紫色电光缭绕 随时都有释放魂迹的可能 徐三十却是不慌不忙 左脚略微后退半步 身体微微下蹲 右手中的中盾挡在身前 将自己的身体完全保护在内 与此同时漆黑的魂力从那龟甲盾上奔涌而出 隐隐形成一个黑色光照 将自己的身体稳稳地护在其中 轰 贝贝的龙爪狠狠地拍击在那厚重的黑色龟甲盾之上 两人的身体同时一震 贝贝应声停顿 坠落底面 而徐三十的身体则是向后划出一面 徐三十身上那三个魂环之中的第一个百年黄色魂环亮起 他那龟甲盾上黑光顿时浓郁了一倍 一股强大的黑色光运瞬间从盾牌上扩散开来 覆盖了足有十几平米的距离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气罩向外顶出 在发出的过程中还释放出龙龙轰鸣之声 玄鸣阵 徐三十的第一魂技 这是一个范围形的震退技能 还有一定的激晕效果 如果敌人的修为逊色于他 那么被震退的同时就会晕眩 至少也会被震退拉开距离 但是让徐三十没想到的是贝贝的坚决 就在他释放第一魂技的时候 贝贝身上第二第三两个魂环竟然同时亮了起来 首先闪亮的是千年级别的第三魂环 紫色魂环光芒大放之中 一声低沉的轰鸣声 骤然从贝贝身上 骤然乍降 只见他全身冒起浓烈的蓝紫色点光 右臂上的鳞片迅速向身上蔓延 将右胸也覆盖在内 整个人的气息瞬间暴涨 雷霆之怒 紧接着就是第二魂环闪亮 一道道粗大的蛇垫瞬间崩发 以贝贝的身体为中心 骤然向外爆开 以第二第三两个魂技为结合 硬汉徐三十的第一魂技环明镇 就算徐三十再以防御著称 他这玄明镇也不可能将贝贝震开了 黑色的气罩被硬生生的撕开了一个口子 贝贝不顾那黑色气流对自身的冲击 硬是挤了进去 屈三十在吃惊之下 动作却是丝毫不满 他身上的第二第三魂环也是接连两起 他太熟悉贝贝的能力了 对自己的防御更是极有信心 虽然他不一定能赢得了贝贝 但如果坚决固守的话 贝贝也绝对赢不了他呀 但是 也就在他释放第二第三魂技的瞬间 突然大脑仿佛被针扎了一下似的 一时瞬间出现了一丝模糊 两个魂技骤然停滞了一下 居然没能在第一时间释放出来 贝贝扑出的身体 则是突然变得虚幻了 唐门 鬼影 迷宗布 他身体略微下蹲 整个人几乎是贴地滑醒而出 右爪一把就扣住了硅甲蹲的下颜 同时身体横扫 整个人就到了硅甲蹲后面